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去祭典的时候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有一群人 把那个梅酒倒在那个地上 这就是古代的冠礼 就是这种形式 愚民出海打狱 他要祭祀海神 他们也居心疑神 他把这个梅酒浇在沙滩上 祭祀海神 下面能不能把这个字啊 不同文理的写法 来影视后大家一起分享 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字 这是第一款的写法 第二款的写法啊 它这个位置巧一点 它就写在这里边 走壁和右边 换了个位置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头 很可能就是在去刻的是这个道 本来它应该这个地方是平的 这个道像是一刻这个 可能刻的是刻上去了 这个底下刻的那个酒坛子呢 也很有意思 刻的这样子 一般人说 一个酒坛子底下建的时候 怎么会建成这样子 这就是去刻的是 刻成这样子 像这个字 这个一块写法 这个写法 这个负 这个字 基本上就是差别不是很大 还有一块呢 写的字 还有一块呢 写的字啊 这个就像个古代 撞球的一个文字 夹 经文里面 比较复杂 在上初之间呢 它这个字呢 它现在这样 这是一个祭祀符号 这是一个舌 这是一款 在周朝早期呢 它现在这样 这一款是周朝早期的文字 它把底下两个手合起来写 写的这样一个形式 在周朝中期的时刻呢 它这写了一个人 归在这个地方 这是写了一个旧恩来 周朝晚期的这些 它一款文字呢 把这个字呢 反过来 把这个人写在这边呢 这是毛公顶 周朝晚期呢 很有名气的一个大顶 它写的这样 它一个人呢 写在这边 它这人写在这样子 写在这边 这是从商朝 到周朝早期 周朝中期 到周朝晚期 这个文字在不断地进行编划 在小砖那些 拎起炉灶 它是充氏 充骨盛 它写在这样子 在小砖里面 这个符号没有改变 它的这个右边呢 把个酒坛子 就拆机改变了 它写了一个果 所以这个字 在小砖里面 它和教伙们 酒们 它的意思不一样 它这里面是捧这个酒 而这个呢 它是用果塞来祭祀 和那个酒 不是一会事 到利数的时间呢 它就是一小砖这样子 过来 利数现在这样 开树呢 它就用这个小砖 利数这样过来 引边过来 现在这样 这是一点 不是两点 开始就写着这样 所以这个字 它的本意 就是以酒 浇灌在地上 精神祭祀 这样的一个礼 另外呢 这个字啊 也是向客人敬酒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 灌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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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